我們臺灣離同少年 自殺失望率 失戀三五年增加路 立法醫院是扮你講聽話 專家和學者 兵團都支持 就要建立 但他在這間建築 是應會縮分析機制 來進行調查 日本又建議說 調查就要結合 效應的文化 跟體制問題 現在離小自殺的事情 在臺灣是不固定調查機制 要追蹤四個原因 好像占對於零九六歲 面對少年人的調查 理小代表表示 效應三個副導機 在對核心講得真不好 那是出什麼事情 根本無資料 我的學校可能並沒有辦法 去真正的掌握我 可能是不包含自殺 動機自殺原因 曾經在自殺之前 遭受到怎麼樣刺激 或怎麼樣的因素 效果老師沒辦法講 核心的心理 也有孩子因為醫療 或是家庭來離開世間 但當時核心副主 重心獨度認為 調查範圍應該會帶到家庭 因為事情發生之後 要讓公佈問最多無理的就是家庭 我們不能對外說 家長對孩子的管教 長期以來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我們就只能再去追溯 過去孩子裡面 有沒有所謂的 我們涉案網一直在提倡的 所謂的極少介入的 脆弱家庭的一個介入 林本基金會也支持現在調查 體制沒辦法看到也處理 後方問負的問題 就像要讓自己 什麼事情的經過 根本就不應該存在 包括最近的封中案 封中案裡頭 它說我沒有讓孩子寫自信書 可是你從調查報告會看到 他因為有五次自信書挽交被寄警告 林本建議調查要納入 你看成立這些專家 也看個案的性質 跟林茂港專家 比照歐洲 國單位用專業的角度 拿報告 主殺的原因是由 市營發展調查林領 也公開調查報告 記者收看新市民 台北報道